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关中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已经进入质疗固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还有议题的整理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guidance 这个对面关注的议题 那我们在看这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还可以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也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笑的声音 我们今天在访问的时候 是上立法院正在进行 这个国会改革法案 或是你要把它称之为 扩权法案的这个行政院的复议 那当然这两天 我们也到现场去看了一些 这个群众的一些发言 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跟看法 当然特别是针对有关于立法院的 这样的一个法案的修正 大家民众也提出一个不同的意见 我想这是民主社会里面 非常正常重要的事情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一群 这个研究生或大学生 他们在现场去做了一些调查 从这个调查里头要去了解 到底是哪些人在参加 这个所谓的这个青鸟行动 那他们的诉求 以及他们对于民主政治的看法是什么 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就要邀请到这个计划的执行者之一 清华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博士生张仁伟 仁伟你好 好 谢谢仁伟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博士长先请人伟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你们会开始展开这样一个调查 从什么时候开始 然后你们调查的方式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要动机的话 其实是因为十年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参加一些学生运动的社团 然后当时就知道说台北大学 有陈婉琪老师跟其他老师跟他们系所上的学生 社会系的学生 就一起在立法院周遭对那些静坐的人做调查 我觉得这个非常厉害 因为当时说真的自己虽然在十年前是那个 运动的参与者 但是我是真的很不认 很难认识到这些 花了很多时间就可能直接在那边待了一两天 参加静坐的这些参与群众 然后甚至他们到底多少人是学生 性别怎么样年龄怎么样都不是很了解 然后那个时候老师们做了这个调查 让我觉得非常厉害 因为不只是在台湾的社会运动研究 很少做这种街头的调查 就比较多是看到在香港那种游行的时候 数人头问一个嘛 对那台湾因为这种大型级会很难抽样 然后又很难设计 所以久久才会有一次 然后那一次同时也回答我一些 自己称为参与者的疑惑 就是为什么会有人想要花这么大的力气 晒太阳有时候下雨 然后有时候晚上 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对这个运动不友善的人过来威胁 就很可怕 就他们到底是谁让我想知道 所以十年之后刚好 就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有一期做访问的学生 就是现在是政大的博士班的学生 然后他也很好奇 也很想要就是 应该说他也可以告诉我说他之前是怎么执行的 就有技术然后也有研究动机 然后就这样在5月18的时候临时凑了一个讨论 然后就赶快在5月21号开始做这个问卷调查 所以你们到目前为止 当然你们现在还在持续做啦 就是可能就是5月21号是第一次的调查 然后目前还在延续当中嘛 所以我们今天在录影的时候 正在提复议案的这个表决 所以你们也有团队在这些压做调查 不过在这个复议案表决之前 大概有一两天 你们也做了一个新的这些 这个统计跟调查的结果 可以先简单告诉我们说 在这一次参加轻鸟行动的这些人 大概有什么样的一种人口特质的图像 例如说我们会看到媒体的报道说 哇现在高中生很多啊 然后也有人说这都是一些这个老先生老太太啊 所以到现场的状况 不管是你自己的这个亲眼的观察 或是你们做出来的调查统计 他们反映出什么样的一些人口特质呢 我觉得人口特质的话 先从年龄来看好了 就是十年前陈婉琪老师他们做的调查 我们可以说立法院周遭参加那个很长期的太阳花静坐的人 真的是有蛮大一部分是学生的 大概有到66% 可以说是三分 大厂有66%左右是这个学生 三分之二的人 是29到20岁的人 然后大概整体的来说有56%是学生 然后我们在5月21号 2024年的5月21号 24号跟28号三天 大概一天做100份 我们累积起来其实 就是整体学生的总量大概其实只有21%多一点 就是从一半到五分之一了 然后如果是以前最多的年龄层 就是占三分之二的20到29岁 现在大概也只有占30% 对就是可以说是年龄组成很不一样 那也会有人好奇说是不是那个 因为过了10年嘛 对 是不是那些20到29岁 就像我一样现在变30到39岁 就直接平移了 其实也不是 就是现在30到39岁在立法院周遭 就是5月的那三天集结的人 大概占了25%是这个年龄层 那其实在40到49 50到59 就是更高的这些年龄层 在10年前他们都不到5% 但现在他们基本上都可以超过5% 就是你可以说参与的年龄 虽然平均上升 但它其实是所有的年龄层都增长 对但相对来说当然就是20到29岁 就是衰退的严重 它直接砍一半 对如果就年龄这样来说 就相对加所有的年轻人的比例是下降的 确实 就是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学生的比例都是下降的 所以可以先告诉我们 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调查 因为现场例如说 在5月底的时候其实也号称有10万人参加 那就算没有10万人大概有几万人 在现场的调查的方法是什么 你们的调查的可信度是什么 就是这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就是你们的方法是什么 会影响到我们能不能够相信你们做调查的结果吗 那是不是年轻人真的是减少那么的多 对 我们的抽一样方法 先说我们是用那个纸本的问卷这件事好了 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 或者说现在在做问卷市场调查的人 我们经常都使用那个网路问卷调查或电子问卷 然后其实那个像台湾传播资料库 他们也是拿一个平板就是去问那个受访者 请他点点点 对 那我们之所以使用纸本问卷 其实蛮大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在5月21号第一天 就同时做两个版本的测试 就带纸本也带平板去给他选 然后我们发现在下雨的时候 在人很多的时候 在网路不流畅的时候 用平板去做记录是非常困难的事 那另外同一时间我们又知道说 现场的群众其实是非常担心说 我资料会不会交给我不认识的诡异的家伙 那用电子的方式 这个疑虑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他可能就有输入的记录 那如果请他扫那个QR Code的输入网址 那他就有连线的记录 那这对某些人来说是他的就会担忧的事情 就我不能确定这是不是一个诈骗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场拿一个纸给他看 然后他写了之后这个纸就给我 然后如果这个纸上面没有记录他任何资料 就是对他来说跟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安全的关系 基本上我们就是先透过这个来建立一个 跟群众之间 我们受访者之间的就是信赖 就是我说我不会收集这些 那这个纸上面没有这些栏位 他没有写就真的不会有记录 那这是第一个 就是先要取信于我们受访者 那第二是要取信于就是 这个研究的抽样的标准 就是我们找大概300人 为什么可以推论到可能10万人 对 就是这样困难的事情 但我们其实有去比较其他研究 例如说像那个香港的李立峰教授做的研究 他是针对流动的这个游行的人口 就没几个人就按一个 然后就找一个去问 这个我们通常是用来面对这种 我们其实不确定总体的人数有多少的时候 大家可能有 有时候5万有时候10万 那流动起来我们到十几万都不知道 我们只能透过这个空间 或者是那个人们之间的相对位置 去确定说 我们并不是找到同一批人 然后就这个通知性很高的人 例如说一群从那个新竹到台北的人 我们就问他一群 我们就要一大批新竹的资料 我们不能那么做 我们必须要就是按照空间一个一个分散的去找 还是有某种类型的水机抽样 所以我们最后选择那个系统的抽样的规则是 因为这一次其实主办单位 像金明年跟那个长老教会 他们就安排了很多的椅子 我们就利用那些椅子 就是大家其实是乖乖坐着的 就每5排就找前面的第一个 然后第6排就找前面的 是靠外面的第二个 就这样一个一个抽 我们就希望尽可能在这个空间里面 是比较平均的分散 而且是有规则可循的去找 对然后这样子相对于 就是现场拿一个QR Code 请大家扫描之后回去自己填写 的最大的优点是我们知道说 这个位置这个人 他就是占据了空间中的这个 那优衣的人会去做这种调查吗? 因为会坐在那个现场 然后乖乖坐在那边 可能会某种特质或是某种的政治的 忠诚度或是参与度 是在外面的人 他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所谓的乖乖的做法 或者是他们在政治诉求 也许不是那么主流 那可能是相对边缘 或者说他们只是路过看热闹的 这些人也有在做你的调查当中吗? 也在你当中里面 对 如果要用地理的位置来区分的话 他们其实基本上会出现在中山南路上 就我们知道立法院是一个方块 他的北边跟南边是有座位的区域 北边是清劳东路 南边是济南路 可以说这两群人是比较 按照这个主办单位的设计去坐在椅子上 那我们就透过这个椅子的优势 去做系统的抽样 但是中山南路 因为他是马路 然后警察堵在这个立法院的门口 然后马路上面一边有车 然后一边都是人在走 所以他其实是没有座位的 那这边我们也试图要去 就是稍微做系统抽样 但因为他们一直在动 我们就比较混合了那个游行的那个做法 就是是每几个人就抓一个 但因为那边有那个生长的非常位置固定的椰子树 就是大马路上有一些固定的间隔嘛 我们就请我们的访员 一个椰子树旁边的一群人就抓一个 OK 对然后就每一个椰子树 每一个椰子树这样抓 这样可以确保说这些 虽然是没有乖乖坐在位置上 可能会到处走的人 但他们在那个空间分布上 尽可能的抓到比较有 尽可能用我们能够掌握的规律 抓到那些在那边稍微有一直移动的人 对 然后如果之后我们把那个中山南路的资料 另外分出来整理的话 应该可以看到很有趣的对照 就是他们跟乖乖坐在椰子上面的这些参与者 很可能是有不太一样的景象 这我们待会再继续谈 因为一场游行本来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诉求 就是我们常以为说 一场游行是诉求很单一单 其实不是的 包括这个太阳花运动都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不过回到我们原来要问的这个题目当中 就是说你会发现在这场运动当中 可能年纪高的人他的比例比较大 但是年轻人比较少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 或者在网路上面 脸书上面看到的这么多的样貌 但是我想要知道另外一件事就是说 这一群人倾倒行动的 倾倒行动的这一批人 跟太阳花之间的关联性是什么 就是我们当然在有很多的朋友 他们事实上曾经过参加过太阳花 包括你在内 我们会看到脸书上面 他也去到现场参加 可是在你的统计当中 好像不见得是有必然的关系是吗 对 我们的题组里面有一题是 我们列出了大概过去十年 比较大的社会运动 比如说有反服貌 有婚姻评权 而且婚姻评权办了不止一次 然后有反核 反核也是每年都会有一个游行 或者是有一个像记者会的活动 然后也有2015年的反客纲 就这样一个一个列出来 对 然后就请他们去勾选说 我参加过哪些 那会跟太阳花有直接连结 那想必就是反黑相符帽 这个其实人数大概才占将近一半而已 就是我们在5月28号累积起来 三百份问卷 三百多一点点的问卷 里面有160个人 是过去有参加过反黑相符帽 就大概刚好过一半 我们可以说虽然它有延续性 但它不是完全的延续 很多的参与者在10年前 是没有参加反黑相符帽的 这件事蛮有意思 但他们蛮多是有参加 如果只看这个参加过哪些运动的分布 可能看不出来现场的那个组成是怎样 所以我们另外还做了一个年龄分层的分布 不同的年龄层参与的社会运动的那个议题 的经验是蛮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说参加反黑相符帽的比例占最多的 其实是35岁到44岁的这一群 大概有69.8%的人在10年参加过反黑相符帽运动 然后更年轻的人不管是15到24 还是25到34 他们参加最多的 应该说反黑相符帽的这个参与经历的比例是不断的在下降 就是最高是35到44这一段有7成 然后25到34大概5成 然后45到24就只有15% 但这也不意外 因为当时他们就是5到14 就是非常小的年纪很难参加 但对他们来说比较重要的反而是婚姻平权的运动 就是对于年纪小的人来说 他们大概15到24岁的人 有三成的人参加过婚姻平权的运动 所以到现场参加 就不是在学校里面说我支持而已 然后25到34岁的人有44%有参加 就是我们可以说这个运动参与的类型 在这个青岛东路跟那个济南路 还有中山南路的这些参与者之间是蛮多元的 就不是完全的延续太阳花 他可能在性别的在环境的 甚至在 那个叫什么 反黑箱课纲他一定程度上是在谈那个程序的问题 也在谈那个历史教育内容的问题 那这个也是有一定的比例 所以但是我这边也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 就是仿佛参加这种比较 刚刚谈到环境或者是这个有关婚姻平权 这个其实像在台湾社会运动是比较主流 然后它事实上跟政治具有比较高度的政治性 就是它可能跟政党之间的冲击是有很大的关系 一部分是来自于社会的期待 一部分来自于政党之间的冲突 不管是反合药或是婚姻平权 都占很高的比例 但是我在你们的统计当中 我发现另外一类的人是很少的 例如说反破签的 例如说一立一休的 例如说华航空服员 例如说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 例如说这些这个五一劳动节 秋斗游行 行人路权 这些比例相对之下是很少 就比较少而且是少很多 你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这一群的群众 他们在政治参与上面 社会参与上面 是不是有一定的偏向 或是有一定他所关怀的面向 我觉得得从两个方向去谈 第一个是那个 我觉得是参与的形式 会影响到大家能不能参与 那这个形式首先最 影响最剧烈的就是 过去有哪些运动是 用上街头的方式来组织 然后那个街头可能 就不只是一场记者会 你可能要站去那个地方一阵子 你才有机会去自然的聚集 甚至你看到别人说去 然后你才想一想之后 有些人那我再去 就是在过去十年这一种运动的 参与的空间或形式 或者是开放大家参与的机会 真的变少 对比较有可能发生在街头 就是有一个机会 然后连续大概至少半天 让你可以去参加的 或是一个游行 你可以去报名 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再加入 这个是真的越来越少 那有这个形式的就是我们刚刚讲 那个婚姻平权嘛 有反核嘛 然后反黑箱客也是有聚集在那边 对就是这个形式减少 导致大家参与的经历 也会变得比较少 或者变得比较不多元 那刚刚像老师提到说 那个反破签啊 行人的路权嘛 这些其实很多要嘛是记者会的形式 不然就是一个冲突程度 比较高的形式 对于旁观者来说他是很难加入的 他可能事先要在 这个组织的宣传的范围 甚至他有直接认识这个组织的人 才有机会参加到这个议题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 受限我们提问的方式 因为我们的问题是问说 下列这些运动 你有哪些是有到场参加的 我们并不是问他支持哪些 是不是有关心 对 到场参加跟我有关心跟支持 是非常剧烈的 就参与的门槛的差异 尤其是在有些运动参与门槛很低 就你去参加同自由行 你不一定会被警察打 但你去参加反破签的运动 你还蛮高的机会被警察打 危险度比较高啦 对 参与的门槛极高 就是也许我们 如果当时换一种问题 问说你关心或你支持下列哪些运动 那这个图像可能就蛮不一样 像行人路权我相信应该是 会有蛮多人关心的支持 因为台湾的交通问题是 大部分人都有身体有感受的 那可能不知道怎么参加 或者说只能变成民调上面的 一个我支持的数字 就不像是那个社会运动的 就是一群人挤在那边 对 但因为我们设计这个问题 是希望了解说有哪些运动的现场 或者说那个参与的经验 是能延伸到现场 然后后续我们可能 在透过职性访谈的方式去找 这次有参加这个青岛东跟激南 还有中和南的参与者 问他们这个身体的经验有没有延续 我们是有这个设计的意图 但确实像老师说 我们想要观测关心啊 议题的分布 用这一题来做判断不是最好的 不过你的解释是说 因为这个活动本身 这个行动本身 他是不是一个长期 或者是他的参与门杆的高地 也会影响到这个他的 有没有参与过的这个经验 不过另外一部分 我自己也会觉得 我觉得你的解释是蛮OK 但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高度政治性的议题 当然是比较容易参与 比较容易动员 那这当然也会跟他的 某种的政治的景象 或是他对于民主政治的看法 或是说他对于所谓的 公共议题的优先关心程度 也有关系 所以我们待会有后继续 对这部分再来请教 人为相关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 欢迎订阅 我是主持人 管总想参与时光 会客是有Podcast 频道 YouTube 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 收听收看 也其他人 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 可以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 更好做更深度的报导 以及讨论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笑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这一次轻鸟行动的 是参与者也是调查者 有一群这个学生 他们在现场做了一些 有关轻鸟行动参与者图像的这个调查 那来宾是张仁伟 是清大社会所博士班的学生 仁伟你好 你好 谢谢仁伟 刚刚在前一段 跟我们做了一些分析跟讨论了 那我想要接下来请教仁伟 就是说我们知道一场社会运动当中 我们常常虽然会有一些单一 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但事实上在现场会是一个比较多元多样 那我们刚刚也看到 从太阳化运动来跟这一场社会运动的比较 那太阳化运动里面 我们会看到比较多的还是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对于所谓的服貌的本身 就是对中国的某种的担忧跟恐惧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在民主程序的问题 所以它是反黑箱服貌 那所以当然是反黑箱还是反服貌 后来就看到很多人有不同的说法跟解释 那当然在反服貌的时候 它可能会拉到另外的层次 就是有反这个所谓的自由贸易 就是反加入世贸等等的这种组织 自由市场这种组织 那当然比较偏向是一个比较左翼的观点 在看待这件事情 那在这一场运动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大的范畴是 就叫做反这个所谓的立法院的扩权法案 但其实它背后可能也是有反对中国的介入 反对黄国昌的这种背叛等等 你在现场看到的这些诉求大概有哪些呢 因为我们在做问卷调查的时候 也会跟着就是这些人群一起走动 然后现场蛮多的标语 其实在我看来是 我觉得主要有两种 第一个是反对黑箱的 就是这个东西非常粗暴 那他们就会用他们的标语 或是用口号去讲说就是 没有讨论就不是民主 对这是明显的程序面向 第二个面向是 他们对于那个个别的立委 是有明确的反感或厌恶的 就是这样有傅昆琪有黄国昌 对那这两个人的因素就比较复杂一点 就谈黄国昌的时候 大家比较谈的是他在程序上面的问题 为什么要跟国民党合作 那傅昆琪的话就有意思多了 就是我们知道他是在花莲 耕耘很久的一个地方的县长立委 然后可以说是这个地方的头人 他在环境的开发 他在资本的重新分配上面 一直都会被大家检讨说 是不是对当地的居民 或者说对环境有剥削 或者说会怀疑说 他是不是跟中国有一些经济 或政治上的连带 我觉得在傅昆琪这个 大家在谈傅昆琪的时候 谈的事情跟在谈黄国昌 在谈程序正义是还蛮不一样 但这两种声音有同时顺在立法院 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这个所以他跟扩权这件事情 你刚刚讲了半天好像 对扩权这件事情的本身的讨论反而没有那么多啊 扩权比较多是在这个论述上面 当然首先当然是程序问题 就一个法案不管他好过不好 这个程序如果错了问题 那大家可能就会颇有为止 但是群众会上街一定是因为综合的考量 就一个东西程序如果有问题 或者说可能是用多数去压倒少数 但是他内容如果大家觉得没有问题 就是不得不说有些时候大家反弹就会比较小 例如说我讲这个一定会演上 他讲好了 例如说那个之前婚姻平权法案的时候 他确实就是那个多数的立委 去投票通过一个四字七十八的 那个执行的条文嘛 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说他在程序上面 的确是一个用投票解决的事 但因为其实当时的民意 如果是透过那个民意调查 大概还是有过半的人是支持婚姻平权的 只是他的那个通过的形式 或者说施行的方法 就是整个社会还在瞧 所以到最后瞧出来一个结果 是用这个方式去 但我们也可以说当时确实是有很大的 这个社会矛盾在那个婚姻平权议题里面 最后是透过这个立法的方式 硬是挤出了一个符合大法官设置的结果 对就是他在立法程序上 可能会跟现在就有人会拿来比较说会有问题 但之所以当时没有那么大的反对声让 或是说反对的势力没有办法去用这个方式来推翻 就是占领立法院是没有办法做到 我觉得还是必须考量到这个 如果有一个程序黑箱的法案 它实质内容大家也觉得有问题的话 大家才会觉得说好 那我要为了这个多重理由 这个付出我的时间和心力去上街 那这个实质内容在这一次就是指国会扩权 那我觉得国会扩权它同时夹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那个论述上面 当然大家都会提到说那个宪政体制上 这个立法院要不要具有那么多权力 或者说 或者说被侵害人民的权力 对或者说在 我觉得实际上问这些受访者 或者说看大家讨论 因为旁边人也会讲话 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解释反而是说 我们想要投票给这个立法院 让那个民众党跟国民党占多数 并不是说他们可以去 借此再取得更多权力 让那个行政的权力变得更小 就是他们希望他们做立法委员 不是去做像通过那个交通建设条例 去做例如现在的监察院在做事 就是他们对于这个实质的内容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觉得这同时加上这个程序问题 加上这个实质内容问题 再加上傅昆琦本人 跟他比较亲近的人 跟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年代 就是多重因素累积起来 才变成有这么多人上街 如果其中几个因素被抽掉的话 那很可能这个动力就没那么强 如果换另外一个例子来举 就是我们知道今年年 精力民主联合在过去几年 一直在倡议 就是中国的资本会进入台湾 有很多投资审查的问题 那说真的那个现场的产品者就很少 有够少的 就是虾皮这个大家都在用的东西 就使用的人都觉得很方便 但我们就把我们的个人资料 或者说我们就把这个资本的流动 就开放这个 中国透过新加坡的企业进来台湾 对这个问题 确实百分之百是一个中国因素问题 所以我可以这么说吗 但是对我们少人 你可能对这个主议题的本身是不认同的 但是如果没有讨厌的人 没有你觉得那个 有问题的程序 有问题的程序 也不会有这么多人上街 对 就是这一次上街对我来说 我的不管是问卷调查 还是听现场的受访者 跟旁边的讨论 就是我会更明确的意识到说 并不是说一个社会运动 能够用一个单一的主軸 去动员大家 大家都是经过多重的考量 就是我在程序有意义 我在实施内容有意义 我讨厌这个 所以如果把黄国昌音素拿掉 把富昆琴音素拿掉 是不是人就会少很多 我觉得很有可能 就没有那么讨厌的人 对像那个 韩国瑜拿掉可能也没那么多 就是我们可以说这一次 不是说这是一个负面动员 但有几个明确的 在做坏事的人 出来让我们可以去反对他 去警告他 确实是一个比过去我们 像看到金明年在警告虾皮 在警告投审会 就是这种比较抽象的 比较法治的 就是很难动员人 纯粹的对法治 或者是纯粹的对理念的动员 那是很困难 你要找到一个讨厌的人 或者是一个邪恶的人 或者是一个邪恶的人 或者是一个邪恶的样貌 它其实对社会动员相对下 是比较快 但不代表这些人可能就是盲从 或者是无理的上街 也只是说那个被感染或是被带动 它可能要有其他的因素 它才有可能 那当然有一些人会说 在这个 这个是民进党动员的 那我不知道你在现场的观察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知道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公民团体 那公民团体 当然过去也可能会跟民进党有一些合作 他当然也跟其他在野党 包括可能民众党或是在列党 都有一些合作过 那可以这么简单的说 他是民进党动员的 或者是说 在现场我们看到这些人 他们是不是有比较民选的政治景象 例如说 对民进党相对是一个比较支持的呢 这个问题会非常的复杂 因为我们知道民进党 他是现在的执政党 那也代表说 他在台湾其实有非常大的支持者的基础 那到底 这些人是民进党支持者里面哪一部分人出来 还是说出来的人 跟民进党支持者是有重叠 但是有另外一块不是 就是这个是我们在问军调查里面 也很想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们其实同时有问说 这些人他对于这个不同政党的评分怎么样 那我们会发现他 其实比较像是被国民党动员来的 怎么说 就是他们被国民党或民众党动员来 因为讨厌国民党跟民众党 对 就是我们给他这个政治大学有一个 全国的抽样调查 就是他们也会问那个受访者说 你对这个党 0到10分给几分 然后我们发现 只有在这个国民党和民众党 几乎所有人都有自一同给0到1分 就是他们一个是平均0.3分 一个是平均0.5分 但民进党从最低3分到最高10分 然后平均7分 然后 然后时代力量从最低0分到最高10分都有 就是代表说就是大家在政党的态度上面 其实是蛮宽松 就不是说民进党叫我们来我们就来 其实我们没有那么讨厌国民党 但因为民进党叫我要支持就是民进党做的事情 就并不是这样 他是反过来的 是因为我实在是太讨厌前面那几个因素加起来 加上有明确的这个政治角色在了民众党跟国民党 所以我才愿意上来 所以这群人跟民进党支持者 尽管有很大的重叠 但他们上街那个动力是蛮不一样 然后我们也在做了另外的比较 是那个台湾社会变迁调查 他有对全台湾的人做政治价值 例如说你觉得我们的政府要不要被 如果被制衡的话是不是就没用了 那这个问题就是在测量说 你对权力制衡的这个民主的态度怎么样 我们发现现场的这个受访者们 他们虽然在反对立法院得到更多权力去制衡政党 执政党 但是他们在我们的问卷调查里面 他们其实是支持 或是说觉得政府受到民意机关的制衡 不是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相信权力制衡 但是不是用现在这个法案推动的方式 那这个事情相较于台湾社会变迁调查 调查到民进党的支持者 其实总体来说有过半大概51%多一点民进党支持者 是觉得政府如果被这个民意机关制衡 那就不太能做事 我们可以说现场的参与者 其实对于民主态度是比较偏自由 比较偏如果可以说是进一步的那一派 那整体的民进党支持者 反而是比较偏保守 或是说面对这个在野党的挑战 他会走向比较防守的这个防卫态度 就是这还蛮不一样 这蛮有趣的特别是你在刚刚的前半段提到说 其实他未必是支持民进党 但是他可能讨厌国民党跟民进党 去采取了某种的政治行动 而不是一定是去因为支持的态度 只要去采取某种政治行动 是吗 对 或者是说这个 虽然不是一个选举的场景 但给我一种就是在动员赌篮票的感觉 就是我们真的是很不喜欢这件事情 所以才出来骂他 所以其实现场是 从标语也可以看出来 很多标语都是在骂红国昌 在骂傅琴 在骂韩国瑜 或在骂其他国民党的立委 对 就是反而在这个解释这个国会扩权的这个法案的细节 当然也因为这个很复杂 的这个文案就会比较少 他就会用比较复杂的穿单的方式写的密密麻麻 那就不会有人举着那个东西 大家会举的是那个 我讨厌黄国昌 或是黄国昌做了什么坏事 对 这变成这个运动的参与者想要表达的 最主要那个样子 在这次运动当中 我也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例如说这个台大的学生联合组织 发出了一个叫做学生之声发言守则 然后里头是希望有一些更友善的这个环境 那这个包括就是不要随便去攻击别人 不要以性别 性取向等等去做人生的攻击 甚至也提到说不要再消费香港 那包括这个台大的女颜色 或者是你们其实也有提到类似的这种主张 就是希望能够重视多元意义的声音 然后你们也制作了这个反骚扰的小卡 希望提供抗争者能够去建立一个更友善的社会运环境 这个其实应该是在过去的台湾社会运动当中 比较少出现的一种现象 对 我觉得这一点 但刚刚老师提到说是那个台大学生去做这件事 我觉得其实这个群体可能不止 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可能反而是 中山南路上面 由台大主持的那个宣传车 在贴这个之前 就已经有的趋势了 对他们比较像是顺应这个趋势 或是他们可能 也许在性别上是最友善 或者是价值上最进步的群体没有错 但是也是因为就是这个整体社会 在我觉得过去有很多的婚姻平均的动员 然后台湾也发生了一些me too的事件跟检讨 然后也有立过相关的法案 比如说在那个防治期的输出了之后 对就是台湾社会其实经过很长的讨论 我们对于这个性别权利的越过界或是骚扰 或是侵害是越来越敏感的一个社会 那在十年前的我们可以说太阳花的这个现场 其实是不太有这种性别友善的提醒的 就是顶多是去提醒说 可能会有人来就是攻击参与者 那我们要保护女生 这种很传统的就是性别刻板的这个运动的概念 在现在是很不一样 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先观察到的社群平台上 有些人会去互相提醒说 这个如果是年轻女性参加的话 那不要落单 可以大家一起报名 就是说台中的话 就是一群女生一起搭车到台北 这样比较安全 然后现场也不要相信说有跟你搭讪 或是讲话讲个头头是道的男性 就是要小心这样的人 就我们看到很多这样互相提醒 就其实在这个台大宣传车之外的范围 其实已经蛮广 对 那当然台大那个宣传车 他们可以做这个标语 除了是因为他们有个车子 可以放那个标语 跟诉求的说明之外 就是大家可以经过就一起看 形成了一个就是更明确的论述 我觉得现场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件 例如说像有些网红上台去声援这个运动的时候 他可能会讲一些性别羞辱的话 像问候别人娘亲之类的 那现场其实就会能立刻纠正他 去骂他说不可以讲这种话 那在以前是很难看到的 以前可能这个你去骂一个 你讨厌的国民党的女性 就她可以讲的很难听 那现场可能也甚至还会鼓掌 那现在的这个群众已经不会有这个 这么宽松对这种性骚扰或性暴力的言论内容容容许的态度了 那这个其实反映出某种 我们对于所谓的性别的意识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不要再消费香港 这个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特别去说 是因为我们过去在很多的社会运动当中 不断在讲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或者是像这一次有提到说 这个台湾的这个国会已经香港化 是因为这些因素让很多人对这件事情是感到不满的 就是说我们支持香港 但是不一定要消费香港 我得说这件事情 在目前的运动氛围还没有共识 就是说的比较具体一点 就是其实在现场 还是会有香港人举牌子 说不要让台湾变成香港那样子 就是他本人是香港人 当然不能阻止他这样 就消费他自己 对 然后也有人会去就是 跟别人讨论的时候 像我的受访者会跟我说 他就很担心台湾变成香港那样 对 然后也有这个 讲者 可能是支持香港议题 甚至于是香港人 上台就是也在讲 这个香港的立法会现在变成一党独大 那就是一派独大的情况 就是我们很难说就是 到底也没有停止消费香港 因为连这个香港相关的倡议组织 香港人都在现场举牌子跟大家这样讲 但我觉得确实也是有另外一股在反省过去 是不是有太多的这种对中国恐惧的动员的声音 开始慢慢出现 但这个我觉得还需要再做长期的观察 因为对香港的这个议题的过度消费 对他可能有就是我觉得至少有两个面向吧 第一个是对中国因素的恐惧 但一直说中国很快可能没有人相信 就换一个说法是说你看香港多可怜多惨 对这当然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是 可能过去2019年到现在 哇其实说起来有五年多了 对就是在选举的时候 太常提到这个香港议题 让人觉得说我们是不是 就是把这个东西太简单的转换成选票 转换成就是支持或是反对某些政党的论述 就是这个反省其实有在慢慢出现 只是还看不太出来 他会用什么样的形式弹出来 因为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拉锯的情况 因为香港现在的情势也是一直在变差 即使是现在前阵子也是有一些人就是被起诉 或是被用其他罪名定罪 对就是很难说我们再重复消费 2019年2020年的香港 他现在也一直有新的事件发生 没有错 对 你自己本身是太阳花运动的这个参与者 然后你自己也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查 那不管是从你的调查 或是从你自己的这种亲身参与 你觉得这次运动跟上次的太阳花运动有什么不一样吗 从你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嗯 因为我个人两次的参与位置是蛮不一样的 就我在十年前是并没有在外面静坐的 就我有时候会到一场里面 有时候那个 跑到那个时候有台大社会运达徐州路 然后有时候我在中山大学在高雄的学校里面 就我的参与位置跟这个在外面静坐的人非常不同 那 但我那一阵子在周遭的观察里面 我发现 我有试着跟附近的人聊天 比如说我在十年前有去物资站当志工一阵子 发现 人们之间其实互动的那个量是蛮少的 就是大家不会互相讨论说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一起做什么 比较像是在等待那个 命令 立法院现场里面要怎么办 对 或者说一直在滑手机看接下来要做什么 那当时流行是Facebook 跟那个PTT 大概就一直在滑文章 但这一次我发现现场的人 比较会自己找事情做 例如说像我昨天就遇到有一群 大概年纪跟我差不多的人 就是30岁上下 但是他们是在现场一群人用织布的方式 就围起来一直在织布 那他们用这个形式来做运动声援有两种理由 第一个是大家可以拿一个织布的小东西走 就像一个 例如说参加婚姻平均 可以拿到彩虹的小徽章一样 他们希望参与者可以有一些回馈感 另外一个是他们希望现场周遭很多人 其实是对这个 台湾的政治是焦虑的 就他可能看很多的媒体报道 觉得这个高度的对立 或是说台湾要完蛋了很可怕 他们希望说大家一起来编织这个东西 可以就是平稳你的情绪 让这个就是身体不要变得太糟 然后可以让运动走得更久 我觉得这在过去是我没有看到的形式 那当然还有其他不同的 就是在现场大家一起做某件事情 就群众跟群众之间的资源 对话跟讨论是变多的意思 对 可以说以前的运动是 那个应该说十年前 外面静坐的人是相当被动的 那现在在那个 那个青岛东或基南路上 尽管他们坐在椅子上 他们还有蛮多事情 就是彼此的互动在增加 然后更多网路上也可以看到 就是他们会去自己揪团 然后像 这场运动最早的一个有组织的 就是精明连发布宣告的机会是21号 但从24号28号两次 就很快地长出了不同线市自己集结的运动的现场 这个在过去的反应没那么快 对 你在这一次的过程当中 刚刚谈到你是一个研究者 但是也某种程度上面也是一个参与者 这也是在你们自己在调查的 这些相关公告里面有这样的选称 但是从研究的角度来讲 就是会不会被人家质疑 就是说那你这个研究是不客观的 因为你在里头 那当然我们知道你本身是一个摄入者 或是一个参与者 你看到的东西会比一个纯粹的客观的角度 客观的研究会有一些不同 你怎么去看待这种在方法上面的这种差别 完了这好像在口试 对 好但我们确实在那个调查的小组里面 有对这件事情讨论很多 那我们有一个蛮明确的共识是说 既然我们人都到现场 那理所当然就是参与者 就是媒体或者是警察 或是这个主办单位在属人头的时候 不可能就跳过说 这个是研究的单位跳过 这个是媒体记者跳过 其实 就是即使是来闹场的人 反对者 大家都共同组成了这个运动的整体样貌 那我觉得身为研究者就 最该做的 或是说跟大家交代说 我们研究的 我不会说是客观 我会说可被检证的那个透明的程度 就是我们要先承认说 我们人在现场 会被算定这个现场的参与者之一 我们跟现场人互动 那现场人可能会质疑我们的 这个研究的内容 是不是就是 对他们不利的 或是他会很积极的跟我说 我也想要填文卷 然后我要拒绝他 因为如果同一群 就是都很积极的人填文卷 都会被文卷的整体样子 都会被扭曲 对就是 其实我们是一直在跟现场互动的 然后我们也尽量把这个 我们人在现场做 调查这件事情记录下来 也是希望说 别人可以检证说 我们是怎么样参与这个运动 的同时做研究 就我们并不是把自己隐藏起来 变成 不知道透过什么方式 神秘的取得了 就是这场运动里面 的很多人的资料 然后我后来在一个地方发表之后 有些受访者 才发现说 原来当时 反问我的是某某学者的 其中一个调查 就我都不知道 原来我资料最后会变成 某个学术研究内容 就是 这也是个伦理的问题 对对 就是对受访者 或者说对运动参与者而言 我把我就是 宝贵的时间 就我坐在这边非常热 然后回答你一堆问题 然后这个东西 最后就变成某一个 学者或研究单位 他们累积点数 或是累积个人声望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 这个其实在 我觉得伦理上面 是一种剥削 我们会希望说 我们更透明的交代说 我们在现场 会做一些事情 除了调查之外 我们也会去发卡片 跟大家 提供大家工具 说是要怎么 让这个运动环境更友善 然后之外 我们也会在 巷子口社会学 就是做比较公共的协作 就是很快的 让我们的成果 让大家看到 那 这个动机也是希望说 因为 我们知道 一场社会运动 它不是每一次 都是在最完备的状态下发生的 参与者会不断的互相检讨 那 那些检讨标准 如果都 只靠网络 只靠这个 互相的讨论 有些时候 不会那么顺畅 或是没有一个一致的 就是 材料来做讨论 就可能 有人说 就是 现场有人在骚扰 或是说 现场有些 有些人可能 讲话太大声 或是说 有些政党自治者 那我觉得 透过我们的调查 也可以很快的 让参与者知道说 这个运动其实 有些 蛮多元的性质 然后有些 或是说 蛮多数的人都会 对性别议题是 高度敏感的 或者是我们也会试图去 指出这个运动可能 有些局限 像我们 有个问题 有个题组是 那个 台湾传播调查 有去问受访者说 你面对不同意见的人 你会怎么跟他讨论 那他的四个题目里面 前面两个题目 在立法院周遭的参与者 的回答 是蛮让我出乎 出乎我的意料 但 仔细讲也不意外 就是他们说 面对完全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很可能就 会反对他所有的意见 然后或者是 会让我自己的态度 变得比较坚决 让对方智囊而退 就是 这个在直观上是一个 比较拒绝沟通的态度 但后面两题 我们是问他说 那你会不会 想要跟他讨论说 了解为什么他跟你意见不同 然后 或者说你会不会跟他讨论 找出我们之后 可能有共识的方向 就是 这两题 他们反而都 非常积极的同意 这个 这个在跟整体台湾社会图像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整体台湾社会图像 这个如果一个受访者 他前面 有可能会反对 跟他不同意见的人 所有的意见的话 那他后面也就不想要跟他讨论 就是我们有什么共识 未来有什么可能交集的点 对 就是代表说现场运动者 他其实进入一个很矛盾的状态 他可能 面对不同意见的人 他会 想要先保护自己优先 但是他又很期望 可以打破这个同温层 这也是一种不同调查的方法 才有可能看到不同的这个深刻 或者是不同的面向的一个很大的差别 那今天 非常谢谢任伟 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我们对这样的一场轻鸟行动 不管你的立场支持 或是反对 或是你也许保持了某种的怀疑 我觉得这都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民主社会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去更清楚一场运动的 这些不同的样貌 我想也是一个对社会很重要的理解 谢谢任伟 也希望这个调查能够持续的 也会有后续的行动嘛 对不对 待会要继续 有一些相关的这种结果 我们也会在我们的网站 来跟大家做一些相关的说明 谢谢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好 谢谢大家 - 看看它 - 看看它 - ouver装 有什么事 - 拜拜